師傅, 你剛才教我們這麼多事 你很多事情在想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時刻 愛情和時刻很重要 在玄學上高, 表白時刻有沒有 最好是甚麼時刻表白 機會比較高一點 其實以前… 你這樣也能回答這麼厲害? 說結婚會是日子 是 現在的人很少會說日子 不過說第一, 平衡五行的時空 即是說很熱的天氣, 你也要選擇太陽下山的時間 當然一般會比較平衡 如果很冷的天氣, 有太陽照著就好一點 冬天當然日頭會更好一點 覺得天朗氣清一點 不過傳統中國除了說春秋二際之外 那些拜山、重陽那些 先說 原來…不是的, 原來真的 真的? 春天其實是一個比較濕氣重的 愛情經常提及濕氣的問題 沒錯 而我們計五行, 講面上 頭髮是情絲, 對吧 是 所以以前結婚是把大家的頭髮 有機會上頭後會有一束頭髮 如果頭髮上頭後, 這束頭髮 還給她老公, 只是跟她再見 即是結髮夫妻, 就是結髮 為了你而結髮夫妻 我又說頭髮, 原來逐木 在春天的生機是生命皇城 即是如果頭髮有問題, 想多出幾條 原來都應該是春天去處理 原來你問問你的雙屬的髮型屋 原來冬天, 人們的髮髮變慢了 剪頭髮也變少了 造型不算, 染髮不算 即是說愛情跟髮有關 即是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間 所以歌仔有你唱, 遲來的春天 這樣就不用問了 即是說春天已經告訴你 是人肉萬物的開端 所以甚麼都在這段時間 落種是最大機會的 春天最好 秋天是一個危險期 為甚麼 因為秋天是所有物極 到達圓的時間 如果處理得不好 就開始乾燥, 天氣會變化 很強烈變化 所以很多感情 其實到達極端, 花好月圓 過了8月15日後, 就不是好時機 慢慢有好機會退減 即是黃葉樂, 愛在心秋 通常說再見 都愛到 但是說再見 所以另一首歌可以提醒你 叫做分手, 總要再遇 這個好了 有時我遇到一個人 拍得好好的話 終於我不喜歡他, 想分手 分手有沒有好時間的時機 是否只是秋天、冬天 剛剛好, 秋冬天就會好一點 原來… 是時候分手了, 老友 你跟誰說 他們知道的 他們說, 很多人這樣 你們閃眼 這樣… 搞笑… 原來濕度足夠的話 我想孔子說, 你50也知道天命 雖然你還有10年… 不, 還有20年 你不用幫我, 我50了 但我便到了 翻風下雨 其實那人… 好不好 不過很累 是… 起床時節拍慢了 原來不僅跟伴侶交談、交涉、溝通 下雨其實難捨難離 下雨天是流人天 即是基本上… 你知道, 濕濕濕濕濕 是拖泥帶水 我也走不及了 所以基本上, 慢, 優柔, 多野 水是代表智慧思考 原來濕是令人思考比較多 所以其實… 雨絲情愁 你也可以這樣說 不過這個就是領計 但基本上, 月乾燥 白乾強烈的日頭 其實令火更加旺 一般來說, 除非兩人都是冬天出生 缺乏陽光, 缺乏安全感 那種感情維繫似乎是對的 但否則一般, 因緣、婚姻、求婚 最好就是春天和中秋附近之前 10度比較高 微雨也不怕 如果是15之間就最好 反而初一, 月缺的時間 就盡量忍一下 這個都可以幫你選擇日子 避一避, 先不要去想初一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